在我没有讲之前呢 我看到这里 有一些我非常熟悉的面孔在当中 OK 所以非常的感恩 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同工 一起的来在主的 团庆里面 一起的来见证神的美好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在这里呢 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喝神心意的 守望者 喝神心意的守望者 那么守望者是什么呢 什么是守望者 守望者是做些什么的 那么守望者 他必须要 怎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守望的 我们知道在 就业的时代 就业的时代呢 那些的先知 其中一个的职份呢 他是做守望的工作 那么每一当 每当呢 神的子民 OK 神的子民面对危险的时候 那些的先知们都必须要 发出这些的警告 来提醒他们 警戒他们 使到他们不至于被 这些的危险的东西所影响 所以呢 在就业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 有先知 来做这一个守望的工作 守望是什么呢 就好像说 一些的 城 城墙 OK 他会 一个城市里面 四周围包围着这些的城墙 守望的人呢 就会站在 城的 最高的地方 在那里做什么呢 就是在那里来 望 他站得高 看得远 来看 有没有敌人 有没有不好的人 来 攻击 这个 这个城 所以呢 他们 是在这个城里面 做守望的工作 那么 这一个做守望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 他必须要怎么样呢 这个做守望的呢 他必须要 看得清楚 OK 他必须要看得远 他必须要看得清楚 他也必须要有很 准确的这个的判断的能力 因为当他看见的时候 他另外一个工作呢 他看见 而且要报告 报告什么呢 就是要提醒 要提醒 有坏人要来了 有不好的事要发生的 来告诉城里面的人 所以呢 在 圣经里面看到呢 这些的 守望者 所做的工作 就是这样 看到仇敌 看到危险 他必须要做出报告 来叫醒 那些沉睡的人 直到他们不被这些危险所影响 这个是 做守望的工作 所以呢 今天 神要我们 做一个 赫神 心意的 守望者 守望就是能够 看守这个的城墙 守望也能够看守这个的城门 OK 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们有城门 OK 在城门里面有人在看守 他看守这个城门的是很重要的 他不要让那些 不对的人进到这个的城 里面 他要 阻止一些 不对不好的人 进到这个的城里面 来使到这个城里面的人受影响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现在你们一些人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在公寓 在公寓的这个的城墙 前面呢 有这个的 guide house 这个人是 做什么的呢 他就是呢 在这个 来看守 这个的公寓 没有不好的人进来 他要阻止 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里面 有时我们要进去 这个的公寓 去探访 朋友的话 那么呢 我们没有这样容易进去的 对吗 我们需要怎么样 来到这个guide house里面 他要你的IC 他要抄你的车牌 为什么 他怕你是坏人 他怕你是来这里不懂要做什么 来 危害 里面的这一些公寓里面住着的人 甚至他要打电话 去那个地方你要找的人 是否这个人是来找你 所以呢 这个做守望 这个做这个守卫的这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若是在里面发生事情的话 他就必须来找这个守卫的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为什么你让这个人进来 所以守卫重要不重要 重要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守门的重要不重要 在一个城里面成为守门看管守门的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守望者 他必须要 守望者的 他必须要有这三个问题 在他里面 当一个人要进到这个的城门的时候 因为他是很重要的吗 OK 他需要检查清楚 他要判断清楚 使到没有坏人能够进来 他第一个 他必须要 这个守望者必须要懂的 第一个呢是什么 这个人来这里 要进到里面 他所跟我讲的是否 是真的 是真的 还是假的 若是 假的话呢 他就不能够让这个人进来 第二 他必须要的是 这个人来到这里 我看守这个的城门 他的来意 是善意 还是恶意 你必须要 分辨 OK 是好的 还是坏的 第三 这个人来到这里 你成为一个守门的 你必须要知道 他所跟你讲的东西 是真的 我城里面的人是需要吗 是真正有需要吗 是 真正的有这样的需求吗 我们里面的人 我城里面的人有这样的需求吗 还是意望 所以呢 这一个守门的 这一个守望的 他必须要清楚这一点 那么假如一个 不清不楚的 来看守这个的城门 一个不清不楚的 一个没有真正的 专心的 来看守这个城墙的话 整个城市会给他弄到乱七八糟 整个城市的 就面对许多的危险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做一个守望者 我们必须要 有这一个的三个问题 在我们里面 来怨察 所进来的人 是否 是对 还是错 我用一个 比喻圣经里面所讲的 圣经有讲到 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 他在哪里呢 在这个 伊甸园里面 那么在伊甸园里面 什么东西来试探他 这条蛇 这条蛇怎样试探他呢 他跟这个 这条蛇跟亚当夏娃说 他说 上帝叫你吃的 这一个的果子 你吃了不一定死的 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 你的眼睛就亮起来 那么你便如神 能够知道善恶 这个是这条蛇 在亚当夏娃的面前 来 告诉他 那么 亚当夏娃在这里呢 他必须要懂得 你他讲的这些话 是真的吗 神讲的这样 现在这条蛇来跟我讲的这些话 是真 还是假 他必须要懂 第2 这个蛇跟他讲的是 来 他的这个真正的动机 是 善的 还是恶的 是对我好的 还是对我坏的 那么这条蛇跟他讲的 是我的需要吗 上帝将我放在伊甸园里面 我 吃了 这个的果子 我的眼睛就会亮起来 这是我的需要吗 还是 我的意望 这个呢 他必须要懂 他必须要懂 他这个恶者 所影响 他告诉他东西 是否是需求 还是意望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需求跟意望的不同 需求是什么 需求比如说圣经有讲到有一个 有一个 人 他有很多老婆的是谁 所罗门 OK 所罗门有很多的老婆 那么 这一个他有这么多的老婆 所罗门是所罗门的需要 还是意望呢 老婆一个就够了 那么再多这样的老婆就是他的意望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成为 一个守望者 我们成为一个守门的 当我们面对 一些的 问题 挑战的时候 然后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时候 你必须要好好的怨战你自己 他的建议 他所讲的是我的需要 还是 我的意望 所以呢这个 我们要很清楚 OK 所以呢你看 成为一个 守望者 神 要我们 很清楚的 来 问 这三个问题 使到我们 能够 不受 魔鬼 撒旦的 影响 跟 欺骗 好我们来看 继续的看 赫神心意的 守望者呢 就是一个 属灵的 警察 警察是做什么的 警察是维持 继续 不要让那些 罪恶的事情 继续的发生 对吗 所以呢一个 守望者呢 就是 等于一个 属灵的 警察 他也是一个 属灵的 守卫者 就是呢 一个看守 一个 看守跟 保护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 守望者 我们是一个 属灵的警察 阻止 罪恶的事情 继续的发生 也能够使到 我们能够看守 跟保护 使到 一切 罪恶的事情 不会 继续的延续下去 一个赫神心意的 守望者呢 他有属灵的 权柄 他能够 开关 这一个的 城门 所以呢一个能够 看管 这一个城门的人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他必须要有 非常准确的 判断能力 OK 他必须要懂得如何的判断 所以呢这个是 圣经有讲到的 这一个的 守望者 我们来看 天上 的 守望者 我们看这一个的经文 取释录 第4章第1节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 有门开了 我初次 听见好像 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 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 必成的事 指示你 圣经在 取释录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说 天上 有门 开了 就是呢 天上 有 这一个的 守望者 来 开关 这一个 门的 这个里面所讲的呢 你能够上来 对我说 你能够上来 我要将以后的事 必成就的事 指示你 这是他对谁讲的呢 谁写这一个的取释录 谁写的取释录 约翰 所以呢 这个的守望 这个的在天上 守着开关 这个的门的 对这个的 约翰说 他说 你进来 我要将 以后 必成的事 指示你 这个是 天上 的守望者 所以呢 在地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旧约有很多 这一个的城墙 有这一 城门 城墙 上面 都有这一个的守望 天上 也是有守望的 我们来看 守望者的责任 是什么 他必须要看见 加上 报告 在 上 我记下 第18章 24节 大卫正坐在 城 only 守望的人 上 上 城 门楼的顶上 几目观看 见有一个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 王说 你若肚子来必是报口信的 那人跑得渐渐近了 守望的人又看见一人跑来 就对守望 城门的人说 又有一人肚子跑来 王说 这也必是报信的 守望的人说 我看前头人的跑法 好像沙都的儿子 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他是个好人 必是报好信息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的 守望的责任 他必须要站在城顶上来观望 就是他必须要 看四处 OK 他必须要 看他见有一个人来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二十五节 这个守望就要大声来告诉王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人进来了 所以他必须要看 而且要报告 所以呢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呢 这个的 守望呢 是一个 属灵的 警察 他必须要 得到真正的保护 阿们 好我们来看 守望者的眼光 这个是一座城 你看这些在 上面的这些的人 都是看守 看守 这一个 城的 他们必须要 站在 这一个的 墙上面 他必须要 看得远 看得准 就要像 这个 老鹰 的眼 守望者的眼 守望者的眼光 就是 老鹰 的 眼睛 你看老鹰跟其他的鸟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鹰他 飞得很高 那么 假如他发现到下面有猎物的时候 他看到海里面有鱼 或者是 地上有动物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会 非常的准确 从上面 他 飞下来 直接的就 抓住 非常准的 他没有让 这一个的猎物 跑掉的 所以呢 我一个守望者的眼睛 必须要有老鹰的眼睛 老鹰的眼睛 才能够看得准 判断力 没有错的 相反的 假如是 鸡眼的话 鸡的眼睛 你看 鸡抓老鼠 鸡抓老鼠会怎样 这边抓虾 那边跳虾 老鼠这样走虾 他怎样转来转去 都会抓不准 对吗 所以呢 一个 成为一个守望的 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 我们必须要有老鹰的眼睛 我们在鼠邻上 我们必须要老鹰的眼睛 你知道老鹰的眼睛是怎样的吗 老鹰所看的东西 在鼠邻上就是我们有 取识性的取识 我们有取识性的看见 我们假如有取识性的看见的话 我们就会看得准 我们不会被任何东西 使到 我们 被 影响的 我们非常的准确 所以呢要怎样有老鹰的眼睛呢 我们要怎样有老鹰的眼睛 我们看得准 我们判断率很强呢 我们 必须要有取识性的引导 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 我们怎样活住老鹰的这个的生命 老鹰的脸呢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怎样 休息 安息 清心 就是你外在的休息 内在的安息 跟神取识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无所知 就是你一个清心在神的面前 领受神的取识 没有任何的怀疑的 我们才能够 有非常准确取识性的引导 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赫神心意的 守望者 我们必须要有老鹰的眼睛 鸡眼还是老鹰的眼 老鹰的眼 就是有取识性的引导 有取识性的看见 OK 不是乱看 而是有取识性 非常准确的 好 我们继续的看 一个 属灵的警察 他有 老鹰的眼睛 他的眼光有老鹰的眼光 属氏的警察跟属灵的警察 有什么不一样 OK 属灵的警察 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有的是老鹰的眼 取识性的看 非常准确 判断也非常准的 属氏的警察是怎么样 他的眼睛是怎么样的 鸡眼啊 他是靠什么 他要寻找一样的东西 他必须要靠什么呢 靠那条狗 狗 狗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呢 他要 抓坏人的话 他要 派那条狗出去 OK 所以呢 你看 属灵的 警察跟属氏的眼睛 哪一个比较厉害 属灵的 OK 属灵的眼睛就是取识性的 包准的 所以呢 我们 每一个人 神要我们兴起 神为守望者 所以我们既然要成为守望者 很重要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有老鹰的眼 不然的话 你的守望的工作呢 就是失败 你坏人也让他进来 你看不准啊 坏人也让他进来 是不是都让他进来 看到是狗 你以为是人也让他进来 所以呢 就是使到你怎样 判断力不对 你所做的一些 你做守望的工作 你是失败的 OK 你看不准 也看不远 所以呢 我们 我们一定要超练 让我们有 老鹰的眼 才能够 真正的 有取识性的引导 好 这一个属灵的警察 就是呢 这一个的守望者 守望者是做什么呢 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 在就业里面 先知 说他其中 一个工作呢 是做守望 就是 保护 那一些子民的 安全 当他们犯罪了之后 他必须要起来 去告诉他们 去提醒他们 去警戒他们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 必须 要 有 取识性的看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 分享了 取识性的看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继续的看 守望者警戒他们要离开恶行 在以西戒书第3章 17到22节 人子啊 我立你做 以色列守望的人 所以你们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你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 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们讨他 伤命的罪 所以一个做守望的人 要怎样呢 你要真正的起来 来警戒他们 当你看到一个人不对了 当你看到这个人 在罪的当中 你必须要起来警戒他们 若你不警戒他们 圣经想什么呢 我却向你讨伤命的罪 一样样 刚才我跟你 跟你们分享的 在公义里面 若是这个掌 这个守卫 他乱报信的 乱给人进来的话 他没有好看守的话 这些人就会来找他 为什么会让这些人进来 所以同样的今天 神兴起我们成为守望的 神要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 真正的看到 我们的周围 我们 周围的人 神有不对的 我们要起来 来警戒他们 不然的话 神 会 逃 丧命的罪 接下来 赏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恶行 你警戒了他 他还不不改的话呢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救自己脱离了 罪 所以你警戒那个人 是救谁先 救你自己 对了 救你自己 OK 他听你也救了他 他不听不关你的事 所以呢 你自己要起来 做一个 神 合神心意的守望者 再者 义人何时离异而犯罪 我将半角色放在他面前 他就必死 因为你没有警戒他 他必死在罪中 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 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 赏若你警戒罪人 使他不犯罪 他就不犯罪 他因受警戒 就必存活 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油华的灵在那里 降在我身上 对我说 你起来往平原去 我要在那里 和你说话 所以呢 我们 成为一个守望者 我们 自行我们守望的工作的话 先救的 是我们自己 OK 所以呢 重要不重要 假如你真正的 有这一个 圣灵的引导来警戒这个人 不单单你自己呢 不被定罪 连对方 你也 使到他脱离一切 罪恶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这个做守望的 非常的 重要 基督徒 都是守望者 神兴起我们 来在 放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都是 守望者 看见问题要提醒罪人 保护所有的人 脱离魔鬼的破坏 今天 最常见的就是 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还没有信耶稣的 他们都在被罪恶捆绑 他们都被这个的压制 为这个的 捆绑当中 他们 他们 就好像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他们 困苦 流离 没有牧者 处处就是危险 OK 所以呢 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 兴起来 要我们 负取 这个守望者的责任 在我们的周围当中 来提醒他们 来鼓励他们 让他们能够 离开罪恶的捆绑 来相信耶稣基督 阿们 特别是圣诞节了 不是庆祝 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圣诞节是 让我们 趁着这个节了 将这些的人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在罪恶里面的 将他们 请 来参加 这聚会 更加的重要 让他在这些的聚会当中 让他们认识 耶稣基督 阿们 让他们脱离这些的 魔鬼的捆绑 让他们进到 这一个真正神的自由里面 哈利路亚 所以呢把握这个机会 特别是圣诞节 我们呢就在 这只港 当我们说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 来到圣诞节 平常你请他比较难 你说我圣诞节 他就很肯来 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将他们带到 教会里面 带到家族里面 让他们在这一个的 特别的日子当中 来 跟他们分享 让他们认识耶稣 阿们 所以呢 这也是你跟我们的 你跟我的责任 成为守望的 将他们带到 神的国度 哈利路亚 不单单是外邦人 在我们当中 神立我们在教会里面 成为守望的 神给我们所负责的领域 当我们发现 当中有罪恶的 我们必须要起来 做提醒的工作 警戒的工作 哈利路亚 一个赫神心意的守望者呢 就是将一个人从属世的体系 将他们带到属神的体系里面 一个属世的体系 是怎样的 一个属世的体系是一个充满 骄傲 一个属神的体系呢 就是 我们要 真正的将他们从属世 进到属灵 从不认识主 带他到认识主 从一个 从一个充满着 这一个 肉体的 那一种的 情意 带他们回到 属神当中 就是 一个守望者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 非常的忠心 属世的体系呢 是一个 贫穷的生命 就是这一种的生命 不能够为神借果子的 一个充满着骄傲 一个充满着这一个 老我 为我 一切为我 满足我自己 靠我自己的 这种的生命是不能在 神的果里面 为神借果子的 相反的 我们的责任呢 就是要 帮助这一些 属世的信徒 一些信徒 不是每一个 相信的主 生命就这样的改变 有一些 相信的主 还在属世的体系里面 所以呢 我们的责任呢 就是要开始去提醒他们 鼓励他们 来警戒他们 甚至警告他们 从这一个 属世的生命 进到一个 属神的生命 一个属神的生命 是怎样的 归入耶稣基督 在信徒当中 要 帮助他们 从属世的体系 帮助他们 进到 属神的体系里面 这是我们的责任 Amen 若是你看见不讲的话 神会 跟你讨 丧命的罪 OK 但是你不可以乱讲 守望者要 非常的准确 OK 判断要 非常的对 所以呢 一个属世的体系 假如我们一直 活在属世的体系呢 到最后 与鬼一起的灭亡 若是我们活在属生的 体系里面呢 我们将会使到 这一个人 能够与主同坐王 所以呢 我们的责任是 非常的重大 神兴起我们在这里呢 是要 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的守望者 要成为一个守望者呢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第一个你要守望的是什么 神兴起我们每一个 成为守望者 但是在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 第一个要做的守望 第一个要守望的是什么 从你开始 从我开始 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呢 要成为你自己 心中的守望者 要保守你自己的心 正元第四章 正元第四章二十三 二十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你必须要适于心发出 你要除掉 狭屁的口 拒绝 乖谬的嘴 你的眼睛要向前深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之观 要修平你的脚下的路 你的行出来的就会怎么样 阿们 你的心充满着恶毒 你行出来的也是恶毒 所以你的心 会影响 你所行的 你里面 会影响外面 所以神在这里说呢 你第一个要守望的是你自己的心 你要怨插你自己的心 接下来他说什么呢 二十四节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就要除掉 我们 狭屁的口 拒绝 乖谬的嘴 所以你的神在这里 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 嘴巴 我们嘴巴所讲的话 非常的重要 神说我们发出的原意 会使到我们 得祝福 还是得咒诅 OK 所以呢我们讲的话重要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若是我们的讲 我们讲出来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我不爽的人 我就开始咒他 最好你去死 当我们发出这句话的时候 谁是第一个听到的 谁 你自己 你自己先听到 OK 当你去咒诅一个人 是你 自己先听到这一切的话 你发出的原意 你自己 第一个先领受 当你领受了这一些的话 在你里面 那么在你里面的 又从你的嘴巴又讲出来 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又领受进到你的心 这种恶性的循环 会影响 你的心 所以呢对方 有没有受到 有没有受到咒诅 我们 还不懂 但是我们懂的就是 你自己是第一个受到 你讲 被你讲出的话所影响 所以呢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原意想出来的 是 非常的重要 OK 会使到一个人活起来 也会使到一个人死掉 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 约束我们的口 OK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看到这生气的 生气的 我们就开始用嘴巴来揍别人 用嘴巴来咬别人 所以呢你没有想到你出的原意 第一个领受的是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神说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怎样保守 让我的口讲出的是祝福的话 OK 虽然是那个人怎样的得罪你 怎样的来使到你很不爽 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为那必不你的 祷告 为你的敌人怎样 神叫你杀掉他还是祝福他 祝福他还是杀掉他 不懂啊 要祝福他 神要我们为敌人祷告 要祝福他 OK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咒诅那个人 因为审判是谁审判 是你审判还是上帝审判 是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代替神 OK 所以呢我在这里 鼓励大家 我们的心要得到保守 从你的嘴巴开始 开始祝福别人 你看到那些你很不爽 你可以 从内心里面 你会发出原意 祝福 祝福那个人 OK 所以呢我们 要遵照神的话语里面所说的 我们的心就得到保守 我们客家人 我是客人 我们讲述咒诅的话 是很绝的 OK 就是说我们讲述的话 一咒诅出来的话 真的 这些话出来的话 真是倔子倔孙的化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不要讲这些的话 我们乃是要讲 积极 鼓励 造就的话 当你讲出这些的话 你第一个得造就 你的内心深处 得到造就 你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 所以第一个守望者 第一个要守住的是你的 哪里 行 所以呢你的孩子怎么样坏蛋 不要骂他笨 不要骂他笨 OK 你的孩子不管是怎么样的坏 你都要讲怎么样 你要鼓励他 你要再努力 你可以的 OK 你要努力你要付代价 你要勤劳一点 OK 你是可以的 上帝创造你是聪明的 不要一下子 就生计你这么笨 你这么蠢 很多我们 一开始看到不如意不爽的 就这样 OK 所以呢这些都会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要对一切罪恶的东西 一切不造就的 一切不好的 来关门 我们要 管理我们内心 的世界 我们来看 在圣经 在启示录 圣灵向教会 说话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不是建筑物 所以呢在这里启示录呢 神对圣灵对教会说的意思是说 圣灵向弟兄姐妹来说话 说什么呢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于他 他于我 一同的 作戏 你看 这里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 假如你听到我的声音 你开门我就进去 神向我们 叩门 我们开门 神就进来 神就进来 从这个的经文 我们看到什么呢 弟兄姐妹对耶稣 对耶稣 关了这个的门 对耶稣所讲的话 对耶稣的命令 关掉了这个的门 所以呢 耶稣要在这里说呢 我要在你们的心门外叩门 叩门就是我们这个性命已经关掉了 向主的话 向主的事 向主的命令已经关门了 我们向什么打开呢 我们向魔鬼的门打开 所以呢 我们 有时听神的话 我们有时听神的话 有没有听 有听 但是 听不进去 但是 魔鬼讲的话 我们就 很容易的进到我们里面 所以今天 神在取事录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为什么他要叩门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已经向他关起了门 我们开始不听他的话 我们开始不顺活他的话 我们关起这个的门 我们让魔鬼的话 谎言 进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今天神在这个经文 神告诉我们说 我扣门的 你开门的 我要进去 与你同作息 所以你看 我们的心 作为一个守望者 我们 一定要从我们的心开始 神告诉我们的心已经向他关门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 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打开 我们才能够重新在神里面 听到 神的声音 我们来看圣经的 一个例子 亚当夏娃 他没有保守他的心 刚才我说我第一个 是我们心中的守望 我们看亚当夏娃 创世纪第3章1到第2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园 一切的话 更佳 活物更佳化 蛇对你人说 神取是真说 不许你吃 盐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人对蛇 蛇说 盐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 可以吃 亚当夏娃在这里呢 没有成为一个 好的守望者 为什么 他在这里失败呢 因为他怎么样呢 他跟这个的魔鬼 沟通 OK 他不应该跟蛇 就是魔鬼 来讲话 他不应该 若是他没有跟这个的蛇有沟通的话 他就会不会 去吃那个园中的果子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说我们来教会 我们听到 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神的话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 会 有另外一个声音跟我们讲话 就比如说 神跟你说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做 十一奉献 OK 这是谁讲的 是神讲的 那么呢 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声音跟你说 不需要做的 不需要的 你这样给 就是你做十一奉献 你给了就没有 那么 你自己又知道 圣经告诉你说 要的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神就会来祝福我们 另外一个声音 又来跟你说 哦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你不需要这样做的 我跟你说 你给了就没有 那么你一直跟他 你一句 我一句 你一句 我一句 到最后你不给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属灵生命不能够成长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就是呢 我们常常 以 这一个的 鬼 来 说话 所以呢 我们就 不能够 承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比如说 神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 饶恕 一个人得罪你 你要饶恕他多少次 七十个七次 这是神讲的 那么 有个声音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饶恕他 他这样的欺负你 你要饶恕他吗 你想一下又是 但是你又知道神的话讲 不可以 神说要无条件的饶恕他 七十个七次 但是另外一个神你说 你不要这样傻 你为什么要饶恕他 不要 所以呢 你一句 我一句 你一句 我到最后 活不出 饶恕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 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 不能够 跟这个的 鬼 来 说话 当你听到 你要保守你的心 当你听到一些 没有根据主的话 来跟你讲的 你一定要拒绝 你不拒绝的话 你跟他 你一句我一句的话 到最后你就是走他的路了 亚当笑儿就是这样 他开始 跟这个的 蛇来沟通 他说 真的吗 我吃了 我就能够 好像神这样吗 蛇说 是的 上帝说不可以吃 我吃的会死 哦 你不一定死的 还好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你一句我一句 结果他有没有吃 有吃吗 所以呢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跟他讲话吗 当你听到 他讲的话呢 没有根据圣经的 你就 停止 不要跟他 有任何的沟通 神教你 饶恕 你就饶恕 对方 虽然是 你觉得在人看来 你没有 自欺 为什么要这样得罪 你还要饶恕他 但是神的话说 当你饶恕他的时候 你会真正的在他的 上帝的这一种的 爱中 释放当中 你不饶恕的话 到最后 可能到最后 你到一个地步 你会拿刀 杀掉他 这个是魔鬼的计谋 所以呢 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非常的重要 我们 要 听上帝的话 不要自己听鬼的话 OK 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 神跟你这样讲 你就这样的顺服 神跟你教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就对了 你不要去 来跟他对话 OK 他跟你讲的一致的跟他对话 那么你就中了他的轨迹 阿们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大卫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上我记下十一二到五 一日太阳平息 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夫人沐浴 容貌盛美 大卫就派人打听 那夫人是谁 有人说 他是雨连的女儿 谢仁乌利亚的妻子 提示巴 大卫 差人去 将妇人借来 那时他的业精才的洁净 他来了大卫 他同房 他就回家去了 于是他怀了硬 打发人去告诉大卫 说我怀了硬 再来是讲到大卫 大卫呢 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OK 我们第一个呢 守卫者就是我们的心 他带 他没有去打仗 他带 太得空了 就走到 这个楼顶上 然后忘 就忘到了一个女人冲凉 结果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就跟这个的女人发生关系 大卫那个时候 假如他保守他的心的话 他会 掉入 这个的罪恶吗 会吗 会不会 他不会的 大卫在那个时候 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他为了要得着这个的欲望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呢他将他这个的丈夫 献祭权权 让 让他打仗死掉 他能够取到这个的棋子 所以呢他 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让自己那种的 欲望 在他里面 结果他 犯罪了 你知道吗 当他犯罪的时候 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后果是什么样呢 圣经有告诉我们说 他的一个儿子死掉了 他被他的儿子追杀 他自己的女儿被人家 占污了 所以呢一个没有保守心的人 他的后果 不单单自己受影响 他的家人 也受影响 所以呢我们要 成为一个 真正的 守望者 和神心意的 我们的心 非常的重要 第2个我们看 一个没有好好保守 自己心的 没有好好成为一个 赫神心意守望者的 第2个人 就是 犹大 露加福音第22章 2到第3节 巨师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撒旦露了那称为加勒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 犹大是出卖谁 耶稣 耶稣 犹大呢 他没有保守他的心 为了30两银子 将耶稣出卖 当他出卖了之后呢 第1个 他 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为了这个的钱 他有这个的贪念 OK 所以 他错了 接下来 他 犯了第2个错 就是因为 再一次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节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 出去吊死了 看到没有 他因为贪念出卖耶稣 这是第1个 若是他从那个时候犯错 他开始保守自己的心的话 他不会吊死的 他第2次错呢 就是他的心没有被保守 他出卖了这个的耶稣 他犯罪了之后呢 他没有悔改 他乃是怎么样 他在内心深处里面呢 他 再一次的 没有认罪悔改 再一次的被 这一些的邪恶的思想在他里面 使到他 他 去上吊 死掉 所以呢这是 第2次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结果怎么样 他 自己 都 灭亡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心 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心 影响 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要成为一个 赫神心意的守望者 你跟我的心 都 非常的重要 哈利路亚 好 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心 才能起来 守护 提醒 其他的人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心 没有好好的保守 没有好好的看顾 OK 我们都应许一些 不好的事情 来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也没有资格 去 提醒别人 我们也没有资格 去 守护别人 神今天要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 非常重要 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 保守我们的心开始 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够起来 去守护 去提醒 使别人得到 使别人得到帮助 若是我们自己的心 没有好好的被保守的话 你怎样能够去提醒别人 你怎样能够警戒别人 别人怎样能够听你讲 对吗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起来好好的 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这样呢我们大家的灵命 才会 成长 今天我们成为神所兴取的守望者 让我们 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开始 怨插我们自己的心 从我们的嘴巴开始 使到我们能够得着保守 使到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能够 能够使到更多的人 因着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 使到他们得造就 哈利路亚 我们不单单 我们不单单自己的心要得到保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成为一个守望者呢 你也要成为一个你家庭的守望者 神给你家庭 神要你 兴起在这个家庭里面 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 能够站在你的家庭里面 站在这个的高处 来做守望的工作 保守你自己的家 你的家庭的属灵气氛 你要好好的建立起来 在提摩带前书三章四到第五节 你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所以呢 神兴起你 放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神给你太太 给你丈夫 神给你孩子 神要你起来 在这个家中 成为你家里的守望者 你要好好的去 帮助你的家 你要好好的为你的家的 成员来祷告 为他们祷告 照顾他们 不要允许 任何不对的人 来影响你的家人 不要 使到那些不对的事情 来影响你自己的太太 影响你自己的丈夫 影响你自己的孩子 你要懂得 成为守望者 为他们祷告 负他们的责任 去 照顾他们 来养育他们 在我们当中 做许多欺骗的工作 若是你成为一家之主 你不兴起来 好好的 帮助他们 守住他们 成为一个 和神心意的守望者 你的家庭 怎么样能够得到 神的保守呢 是他们 在属灵生命 你一定要负 这个的责任 阿们 你要在你的家里面 成为一个 真正的守望者 你要怎么样做呢 OK 你要在家庭里面 成为一个守望者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警戒你的家人 你要带领的家人 很重要的你自己本身 你要得到你家人的心 你得着他们的心的话 你讲的话就有利 你得不着他们的心的话 你讲的话 他当你是废话 所以呢 你看一些的孩子 在一些家庭里面 我曾经讲过 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不跟父母亲讲 为什么 他跑去跟朋友讲 为什么 因为 他在这个的家庭里面 这个做 这一个 属灵上领袖的 没有负他们的责任 没有好好的去 帮助他们 所以呢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找你的 他找他的朋友 所以呢 你成为一个 家庭的守望者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 真正的得着你家人的心 怎么样得着你家人的心 你得着他们的心 你讲话 他们就会听 你要 怎么样的做呢 你必须要 敬 诸般的意 什么叫做敬 诸般的意呢 敬诸般的意 就是做你该 做超越过你该做的 你要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要懂得去爱他们 关心他们 负他们的责任 保护他们 为他们祷告 为什么 许多人在家里面 不听父母亲的话呢 当你跟他讲 你不可以这样 你都没有负他们的责任 你没有去关心他们 没有去爱他们 那么你有事情的时候 你劝戒他们 你讲的时候 你以为他会听你 他会告诉你什么 我为什么要听你 你有关心过我吗 你有照顾过我吗 你有真正的来帮助我吗 你现在来跟我讲 有没有这样 有哦 我那边有 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 真正家庭的守望者 你必须要真正的站起来 你才 来进这个主办的意义 来负他们的责任 不管是好是坏 你必须要站一起来 负他们的责任 让他们感觉到你爱他 让他们感觉到你关心他 让他们感觉到他有那个安全感 因为有这个 属里的父母 在 帮助他们 为他们祷告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你能够做到这样的 你才能够有效的 用爱 警戒他们 你要真正的成为 他们的守望者 所以呢今天神 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的一个责任 就是要兴起 成为这个的守望 神给你的领域 神给你负责的领域里面 你必须要成为 这个的守望者 神要借着你的生命 让别人那些在罪恶软弱当中的 借着你的生命 借着你的提醒 他们能够继续的 从属世回到属神里面 这是你跟我的责任 所以呢我们不是 信了主 就这样等上天堂 神叫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乃是要 将 我们起来做管理 这个管理包括成为 一个贺神心意的守望者 来好好的看守 神所给你的这个属灵的领域 你自己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真正的 爱主 就会影响 整个教会 教会 整个爱主 就会影响 整个社区 所以呢你跟我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看到 我们的需要 跟我们的责任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要成为 神 设神心意的守望者 不是成为守望者而已 乃是要 赫 祂的心意 赫 福祂的心意 那么我们才能够很有效的 很准确的 很以准确的判断力的 来守住这个的城门 来守住 我们的心 来守住 我们的家 哈利路亚 让我们站起来 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愿策我们自己 神今天要兴起我们成为那守望的 你今天 有没有真正的 来成为神那赫神 信意的守望者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好好的守望 没有好好的守住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使到我们的生命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我们没有好好的守望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乱七八糟 我们的家庭没有秩序 我们的家庭常常被恶者 来影响 儿女 夫妻之间 被恶者来影响 没有好好的看顾 神说我们若是没有好好的看守的话 没有好好的治理你的家的话 你怎么样来治理教会呢 你怎么样的能够在神的工作上 来好好的被神使用呢 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听了神的话 你在哪里 所做的 不过神的心意的在神的面前来悔改 哈利路亚 仰望耶稣这个时候 圣灵请你来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你跟圣灵沟通 今天圣灵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今天圣灵要来亲自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再受恶者的影响 不再重他的轨迹 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成为神那赫神心意的守望者 守住我们自己的心 守住我们自己的家 使到我们在这个地上 成为神所使用 祝福人的去美 圣灵请你来 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的恩典 充满我灵 圣灵爱我好爱你 圣灵爱我好爱你 我的灵像你全意 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啊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的恩充满我灵 圣灵啊我好爱你 活的灵让你全意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我要尊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圣灵我更亲近你 祢大的更新我领祢 祢能比祢像笔祝 我要望祢的容眠 我敬拜祢在另一真理里 我要追求祢主 我将生命献给祢 只愿意我更静静地 祢大能更新我领祢 无人能与祢像笔 祢我仰望祢的容眠 我敬拜祢在另一真理里 我要追求祢主 我将生命献给祢 全意我更静静地 祢大能更新我领祢 无人能与祢像笔 祢我仰望祢的容眠 我敬拜祢在另一真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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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祢在为我是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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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神奈阿辉神奈 神奈阿辉神奈 阿辉古 神奈阿辉古 阿辉古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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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在神的面前 神今天要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有在你的周围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 成为那守望的吗 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他们的当中 将他们带回神的国 神心记 你站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守望者 神要你兴起 将他们带到神的国 使他们脱离一切的罪业的捆绑 回到神的国 来认定耶稣基督 神今天要问你跟我 你有没有好好守望你的心 一切的果效由我们的心发出 我们有 我们是否有守住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 圣灵 圣灵 神今天再一次的来问我们 我们有没有保守我们的家 我们有没有保守我们的家 家是神所赐给你的 你要在这个家中 成为你家的守望 你有真正的心情成为你家的守望吗 今天神要来帮助你 神要你兴起来 在当中成为他们的警戒 成为他们的提醒 成为他们的保护 今天神要兴起你 神要给你力量 神要加点恩典在你的身上 只要你愿意 你跟说说神啊 我立定我的心智今天 在你的面前 我要成为我周围人的守望者 我要成为我家里的守望者 我要成为我心中的守望者 使到我的生命 成为神所赫他心意的守望者 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 成为我家庭的祝福 二者在我们当中 来做破坏拉倒的工作 今天神要你真正的起来 今天神要你真正的在 你所在的岗位上 站立起来 为神做见证 来为神彰显他的权 权并以能力 今天你愿意的 神今天要祝福你 神今天要来使用你 你愿意的 你愿意的话 你回应神 你跟神说 神今天看中你心中的回应 神会来亲自的祝福 神会亲自的来恩告你 神会在你的生命 跟你的家中 跟你的周围 来大大的使用你 哈利路亚 是的主哈利路亚 你愿意的话 这个时候我要大家 你愿意成为你的 真正神要兴起你周围 你的家庭 你信住的守望者的话 将你的手举给神看 让神看到你的手 让神亲自的来帮助你 哈利路亚 是的主哈利路亚 这个是最重要的时刻 神看你的心 神看你有个愿意的心 哈利路亚 是的主哈利路亚 神灵啊今天你在我们当中 主祷告你圣灵继续的应行 在那些愿意的身上 主啊你亲自的兴起他们来 让他们能够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 成为这一个神和神心意的守望者 将这一个属世体系的 将这些人带回属生的体系 成为上帝所祝福 成为上帝能够使用的 主啊你加点恩典你的力量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今天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智 好好的在神你的国度里面 来守望 制造我们建主你的面 谢谢你主耶稣 如此的来恩待使用我们 谢谢你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你祝福每一个在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也祝福他们的家庭 祝福他们的事业 祝福他们的服事 让他们所做的一切 一天比一天的好 一代比一代的强 谢谢你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将荣耀归为给耶稣 阿里路亚 神配得这一切的荣耀 感谢主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采琴牧师 来为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 还没有上个之前 我们能够彼此的祝福好不好 和神继续的在我们家中 来做奇妙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继续留下来 让我们的采琴牧师 在为你们祷告 你们可以一步到前面 那我们采琴牧师继续为你们祷告 我们当中有需要的 我们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 阿里路亚 感谢神 让我们成为守望者 把关的人 愿神祝福弟兄姐妹 继续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领受祝福 来领受祝福 如果你心中需要突破 被神来一起祷告我们的牧者 我们采集牧师 会来为你按手祷告 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祂 神祝福你